想請教一下 剛剛提到就說三峽家族群聚案 驗出的CT值比較高 研判感染可能有段時間 那新北市長侯友宜就建議類似的舊案例越多 是不是要有新的思考策略 另外一提是說傳出有一名大學生應徵牙醫助理 結果他造成兩劑打完兩劑莫德納疫苗馬上 離職 就讓人懷疑是不是應徵目的為了打疫苗 想問這種狀況是不是之後有什麼樣的資格 限制嗎 謝謝 我相信這樣人不會多 當然如果人數比較多 我們當然會想辦法 但是我想任何的辦法 譬如說工作要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打 那可是就會傷害到一些真的想要服務的人 他可以工作一段時間 他又列在這個風險裡面 所以我們呼籲大家真的要工作 才那個 才到裡面去應徵才工作 這是要做一個風險的管控 並不是讓大家來做這樣的一個 當然我想不見得是一定走後路的行為 但是不要這樣 但是要加強 除非太嚴重 要不然我們不會去做加強的管理 然後剛剛另外一個是什麼 那剛剛不是已經答過了嗎 就這些高CT值怎麼樣 你還是要經過相關的 一個研判 第二次的一個採檢或是血清 這抗體的採檢的情況 那綜合做一些評判 那學校大概要停課標準還是有陽性的 就一般停 那兩個以上就全校停 那當然 如果最後研判出來的結果 對學校的風險極低 或者沒有 那情況當然就會及時來復刻